高贵高阳 总在圣洁 圣洁 圣洁的真身 总在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的真身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 敬拜我的主 敬拜我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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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我敬拜我敬拜 敬拜我敬拜我敬拜 在祢宝座前 这时候我们的确就来到 我们主耶稣节目的宝座前 祢宝座前 如何你向着这边张开你的心 当作荣耀的君王 让祂的荣光照进在你的心中 祢宝座前 祢宝座前 愿你向你自己的灵魂 教会心里自己的灵魂 献出你自己的灵魂 献出你自己的灵魂 使得为 黑手敬拜 坐在宝座上 羔羊 献出 遥重 终于你祢宣座前 祢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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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你夜间 是灵约灵光照 使我们的心 像在桌上的很小 不再是隐藏 是什么 让我们的一段方 这么欢喜 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选择愿意敬拜 我们选择愿意顺服 所以圣灵欢迎让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心中做主 做显明有什么需要归属于神 有什么需要让神做主 有什么需要让主耶稣基督 来恢复生命的持续 主耶稣你说来了 你来的是叫人得胜利 而且得得更丰盛 主啊我们心中感到贫乏 是你为神 是你愿意光照我们 是那让我们贫乏的原因 显明出来 而让我们可以交给耶稣基督 就是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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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时候 在你的心中 你很清楚的感受到 原来 在我的心 坐在宝座上面 坐在我心中 那做主决定 原来不是耶稣 这时候你愿不愿意 让耶稣在你心中 坐在那主人的地位 坐在那宝座上面 因为真正的平安 来在耶稣基督 在你的心中做主 来管理你心中的世界 如果这是你真实的需要 就用这个机会 欢迎耶稣 你坐上你心中的宝座 让祂来恢复 你的心中重新有的持续 就是耶稣基督做主 祂将要医治 你心中的伤痛 祂来到你心中 就是医治 恢复拯救 祂正在触摸你的心 好让他焦虑离开你的心 当主耶稣坐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祂所说 祂的恶与祂的样式 祂的柔和谦卑 是当祂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 祂会带着我们 学会祂的样子 祂怎么样处理事情 做事情 怎么样处人 跟人相处 怎么样处理该决定的事情 但是当祂坐在我们心中宝座的时候 祂会给我们柔和谦卑的 祂会给我们柔和谦卑的 真实的 真实的 踏实的 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给的压力 可是我们心中却有柔和坚定的力量 因为祂坐在我们心中宝座上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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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祂 看见 建厂在我们心中 像这里所敞开的 真实的需要 谢谢 谢谢 祂我们在有最后的两分钟 你可以 回应 刚刚在祂面前 祂给你的 你对祂 我们在只有两分钟在祂的面前 这就是所谓的安静 与耶稣在一起 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副歌我们做一个 这一段时间的改革动作 我要敬拜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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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 我的主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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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个机会 实际的练习 或者学习怎么样有个安息 这是一个开始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神的光会超过了我们一般人的体会 会来到我们的心中 那个光的亮度比我们肉眼能够感受到的更光明 所以当你在神面前有这样安静的时候 可能外面的天气不剩理想 可是它却可以让你的心中 因为有它的光明 你不会觉得心情越来越的差 这是神让我们在安静中得到的一种恢复 让我们还是会饮食 运动各方面健康的需要 所以当我们等一下就会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如果你身体有需要一些医治的祷告 我们按照雅各书那里说说 当中如果有病痛 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摸有祷告 这是神要给我一个机会 在神的家中有这样的服事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 所以最后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 谢谢祢爱我们的父子 在今天的早晨 让我们一起来经验学习 神祢要我们在主日安息 来到你面前所要学到记验到的内容 恳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七天中都有一天 我们分别出来 我们学会在这一天来敬拜 安静在你面前 学会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 我们学会在这一天当中调整我们的焦点 重新得到恢复 知道祢给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我们有机会回想耶稣 祂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怎么样跟着祂活出来 主这次主安息日 分别为圣日 要祢的儿女们 祢的百姓 一起来不断遵行的一个过程 好让我们的生命的规律 是在一个丰盛的 是在一个正确健康的循环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起仰望祢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群体 摇在祢手中 恳求祢来恢复我们 遵行祢的吩咐 按着七日中 这第一日 我们愿意来到祢面前 仰望祢 敬畏祢 赞美祢 把我们自己的生活 再次放在祢的手中 让祢来指引我们当心的路 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一天 享受跟家庭亲人朋友的时光 因为这是祢爱的教导 让我们在安息日 主日的时候 我们与家人一起生活 能够把爱 神给我们的爱与他们分享 因为这是祢的心意 你也记得这一天 使我们长辈跟晚辈之间 有美好的餐饮时间 有彼此的沟通 有彼此美好的传承 主要这是祢 设定安息日的心意 主祢要让我们下一辈 长辈能够把信心指教给晚辈 让晚辈能够看到长辈 信心的见证 好让神我们对祢的信心 是在主日 安息日就有不断的传承下去 谢谢 主带我们走进去 走进祢的安息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愿我们每一位同在 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阿们 愿神祝福祢 让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这边告一个段落以后 后面有点心 如果你有身体或有些需要医治祷告 欢迎来到台前 我们还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会为你抹油祷告 按照圣经雅各书的教导 好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速播 TikT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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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观看 节目 眼睢 好 segu 我们下周 如 深 эта